我曾经怀抱着一个梦想 我以为是最伟大的希望 但有人用我熟悉的文字 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她说孩子不要天真的太不像话 现实的世界那就是这样 请不要试图去改变它 我想还是改变自己吧 我曾经遇到了一位姑娘 我以为是我永远的她 但她用我熟悉的文字 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她说因为爱你所以要离开你 这样我才能永远想你 虽然痛哭在心里 但我仍愿意 看着别人一辈子陪伴你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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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我曾经走到了一个地方 我以为是我永远的家 但人们用我熟悉的文字 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他们说这里没有所谓的地狱天堂 每个人好坏都没什么两样 也没有所谓的喜悦悲伤 因为脸上的表情都很强 他们说梦里也罢 懒惰也罢 机会和运气才是成功的忙 相信也罢 不信也罢 反正每个人都要长大 我曾经怎么想 我常常怎么想 是否我语言能力太长 为何到处是我熟悉的文字 到处有我听不懂的话 到处都有我听不懂的话 到处有我听不懂的话 我听不懂的话 我听不懂话 我听不懂的话 我听不懂东西 我听不懂的话 缓ill去说判断 我听不懂的流入 我听不懂的话 这边有的占领 我听不懂的话 判断不了 这边